世界白洞 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o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我们有新的video 新的消息 你都可以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 好 那我们今天的情报呢 当然跟签证啊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因为自从上一次 这个我们请了PT的男神Danny上来以后呢 哇 我已经被很多的粉丝轰炸 所以今天呢还是要再请 也是我请他请很久 请到Danny回到我们的这个频道 来跟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要准备英文考试准备PT考试之前呢 该要如何在心态还有等等的一些tips 然后怎么来准备 好 那我们就不多说啦 我们请Danny进来跟大家问个好了 跟大家讲解一下 哈喽Danny 早安 哈喽 早安 我是Danny OK OK Danny啊这个 我现在变成一个烦恼 我现在我的频道里面有很多粉丝呢 留言呢都不是在问我问题的 然后问的问题呢 我又不能回答的 所以变成一个烦恼 所以我就变成说 可能要再把你找回来 要多开几集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 英文考试的这些一一的事项 那好 那你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考试之前要怎么准备 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很多人都没有把书读完了 结果当天 我听过很多啊 当天去考的时候 好像准备就是心态或是什么准备不足 结果呢不是说不会英文 结果分数就没有拿到他想要的分数 那这部分你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好吗 好啊 那Kyle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就是跟学习英文这件事情 无关的事情 但是比较着重在 考试的整个技术层面吧 或者怎么操作这个层面 那也给这些第一次考的 或者是有考过了 可是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的学生 可能很可惜 可能就少了一些分数 可以过了他该过的分数这样子 是是是 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 就是PTE他考场 目前在台湾就 就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个 嗯 那他就在你的办公室的上方 就是在台北啊 你不要把我办公室在哪里都讲出来啊 哈哈哈哈 在台北在台北啊 OKOK 那 不过你的办公室很漂亮 我有去过非常漂亮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 啊 各位可以去那个Kyle的办公室 去喝个茶泡个咖啡不错 我这边不是 我这边不是旅游专区 OK 没关系 我还是欢迎大家来 去去咨询一下也好吗 对不对 去咨询一下 我怕是什么 你知道 我怕他们来 不是找我耶 诶 请问Danny有在这吗 哇 那不是 这个 哈哈哈 哈哈哈 OK anyway anyway 严棍正传 来来来 请说 那我就是亲身就是经历的部分经验分享一下 就是PTE他其实对中南部的这个考试来讲是比较可惜一点他不像雅思这么多考场 嗯 那不过呃除了地点这个这件事情之外呢 PTE他的他的考试时间其实都没几乎每天都有 他几乎每天都有 哦他不像雅思是只有周六在考 对他呃他周六周日不考的我记得他是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 哦真的哦 那那你一般人一般人如果上班怎么办 对啊所以就会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这就是PTE在考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上或是地点上的选择 比较比较不方便一点啊 嗯嗯嗯那 呃我记得他大部分的考试的时间呢都是在早上的八点 你知道吗那是非常早 是啊如果是中南部的那你就知道一定要 可能前一个晚上就要过去了 对啊对啊没有错了 所以不过不过就是讲台湾啦 如果在如果在其他地方啊 比如说澳洲啊在香港 澳洲就不一样澳洲基本上每天 好不好早上晚上中午 呃甚至早上下午晚上这样都有 对对因为他们考生 呃需求量多多嘛 是是是那台湾这边的话当然呃大部分都是早上八点 但是他有时候会有十一点的啊 有时候是会有下午两点的考试啊 所以对比较中部的学生可能 下午的考长会比较比较友善一点 嗯嗯嗯那 我讲的事情就是说对于早上八点考试这件事情啊 对一个考生来讲 呃我是不喜欢早上考试啦 因为精神状况其实是很吃力 而且以前是考三个小时嘛 那现在是考两个小时 所以他只要考两个小时而已 对啊现在是两个小时 哦那很快耶 因为我记我如果没记错以前 最早以前的雅思是要考一整天的 就跟神经病一样在那边等一整天 然后后来后来好像先变半天吧 啊OK 对对对那PT这样就两个小时 但是雅思的 但是我觉得雅思的听说读写好像 口说跟写作应该是分开来 哎口说写作是一起 但是他是跟听力跟阅读是隔天的吧 我我我记得好像是隔天 最早最早以前是全部一天搞定啦 所以很多的考生是要去了以后 然后在等排队排那个口口语的 要要跟那个 呃那个 考考考官口语嘛 所以就排队就排整个下午这样子 不是不是连着考啦 不然我觉得这样 把两个钟头全部集中在一起 我觉得非常好 嗯嗯 那就是变成说 呃 反正你就已经来来考试了嘛 当然就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完 嗯嗯 那他这个考试另外一个好处 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说 呃 你可以改更改那个考试的时间 在两个礼拜之前 就是14天之前考考试之前 就是更改时间 他好像不会给你收取任何费用 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假设你可能下个月的整个考场都是 都是早上八点的 那没关系你先你先够一个一个一个时间 但是你要接进考试的时候 然后前两周你再看一下 有时候当天会有下午 跳出来 可以再改 对对 他可以再更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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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就是 他考试的报名的时间好像是24小时之前 就是考试的前一天前好像都还可以考试 报考 哦 所以他反而比较flexible 不用在很久以前就定了 对对对 ok 就是他另外一个就是考试的就是报名啊 这个时间的部分就是比较 比较有点优势 嗯嗯嗯嗯 那一件事情就是说 呃考试的时候啊 嗯 之前有人问我一件问题就是说 哎 麦 那因为他考试是 口说的话是考 就是跟电脑考试嘛 那一样就跟我们这样有一个麦克风 但是他是耳挂式 就是那种耳挂式的麦克风 嗯嗯嗯 所以之前的学生有问到说 我的麦克风 要怎么放 比如说是要放在我的 嘴巴的上方 下方还是正中啊 等等这些问题 嗯 那包含还有 澳洲好像后来他的那个 耳妈又换了一个新的版本的 哦 那他的敏感度可能又比较高 那其实 呃我自己测试下来啦 大部分我就是把 这个麦克风 就是对到大概 比如说我的嘴唇的下方一点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 鼻子这个地方 他其实都可以收音得到的 都没有问题 会有人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比如说他后来都 收到不到音吗 其实不是收不到音的问题 反而是 他在发音的时候 比如说在发一些 需要有气音很强的字母的时候 比如说像 或者是 这种 哦就不清楚了 对他可能就会在录音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说他的发音上 可能就比较吃亏一点 所以 对于考证来讲 像这种麦克风的 麦克风的位置啊 其实都还蛮重要的 哦 哦 哇 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 嗯 后来不是有疫情发生了吗 那大家不就戴那个口罩 对 当时我也很担心 因为当时我去考 第四次的时候 好像刚 那时候也开始在戴口罩了 嗯嗯嗯 那 我很担心 哇 会不会戴了口罩 然后 收音上就是 会被过滤 过滤掉很多 嗯 其实我后来想 我还是用原来的方法啦 但也没有 也没有说 什么特别的影响 哦 完全没有影响 所以就记得把麦克风的地方不用不用正对你的嘴唇啦 就是在下方一点 或者是上面一点点这样就OK了 就没有 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这些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如果没有吃这种小亏如果吃到的话 那真的是太浪费了 而且考一次也是也是花一笔钱 五千七吧 五千七吧 我记得到那个成绩 哈哈哈 对对有些人是没什么啦 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哇 这不行啊 这还是花那钱啊 没错 没错 是是是是 那麦克风口罩的事情这个常常也有人在问我 那另外一件事情应该是在于说 呃 他们的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昨天很有记录下 就是他们在做这个 那个就是考试正式开始之前 他会有一个 self introduction 就自我介绍的部分 他有一分钟的自我介绍 比如说你测试完你的麦克风 用你的耳机的之后啊 他会给你一分钟的时间来做自我介绍 那通常这个自我介绍我是不讲话的 其实我是觉得你也不用讲话 因为 哦 呃 他不会 那不算分啊 他不算分 他不算分 哦 OKOKOK 除非 除非你的 呃 除非你很想讲 你的 你很想讲 或者是说 你的学校是什么 他们有要求 严格要求一定要什么的 他通常没有啦 没有人会要求这件事情 因为他不积分嘛 OK 那这一分钟就很重要了 这一分钟基本上 我会建议考生 他就是拿来就是 来准备写你的那个模板 假如你有模板需要用到的话了 你就可以在这个一分钟号的运用它 嗯 那 呃 做完之后你就大概就可以正式考你的口说这件事情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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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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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口...你有想問什麼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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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繼續繼續 那口述的部分啊就是說 還有一個地方 那個考場是這樣喔 我現在是忘記他現在是一樣的狀況 可能是有分隔了啦 那之前可能疫情的狀況下 可能每個人的位置就比較開一點了 之前那時候我去考的時候 每個人的位置其實都還蠻... 我跟另外一個考針 對其實大概在才差個 那個30公分 30公分左右吧 哇那你自己那樣不會互相影響到嗎 欸好問題啊 這就是我想要講的 口說的時候啊 基本上你的開始的時間 跟你的其他考生其實都不是同步的 就是每個人的電腦 就是每個人自己的時間在掌握嘛 嗯 好 在考試的時候啊你就會 第一個大題就是在做那個re-allow 就是浪讀嘛 那你說浪讀這件事情 有些人就把它真的當作浪讀 就是大聲的浪讀 哈哈哈哈 那你知道每個人的題目不一樣 開始時間不一樣 所以 假設 我覺得那個時候裡面可以做十幾個人 應該可以喔 台北好像可以做十幾個人 對 那你知道那個聲音就 耶就是 很好玩啊 然後 哈哈哈 你就會覺得說 齁 我我我我我我我必須要我必須要就是 就是 就是要很專注在我的考考場 就是考試 但是你又沒有辦法 因為你的耳朵會聽到別人的聲音 雖然說你的耳機是戴著 但是你還是會聽到別人的聲音 嗯嗯嗯嗯 不過我覺得我可能要給台北這個 這個考場的那個 那個 兼考官啊 一個一個不錯的一個掌聲啊 就是說 他們其實會出來 然後會 拍那個人的肩膀 就是 請他不要這麼大聲 哈哈哈哈 耶 他拍他肩膀嘛 因為他不能影響他考試啊 但他會拍他一下肩膀 然後說你不要這麼大聲 這樣子 哈哈哈哈 所以所以 欸那我我我我我我插播一個 那 講那麼大聲會不會被扣分 他不會扣分啊 哈哈哈哈 他不會扣分啊 OKOK 所以啊 我在想可能他就單 我覺得這個考生第一 他可能是擔心說 他怕他的聲音沒有被錄進去 啊 因為他他帶齊耳機來 他可能也聽不到他講話比較大聲 對對對 那他有可能又擔心說他隔壁人講的話 會把他的聲音 就是覆蓋過去 蓋掉 所以他必須要大聲 一點這樣 OK 也太大聲了吧 我跟他差超遠的 哈哈 那 呃所以這件事情啊 就 會延伸出另外一個技能 就是什麼技能呢 就是要訓練自己 呃 專心嗎 蛤 就是很 對非常專注 非常專注 然後 對非常focus 那我會跟我的學生就是講說 你們平常在練RI的時候啊 你們可以就是 就是旁邊開一個就是收音機 不用太大聲了 就是有個噪音 那還要這樣子培訓自己喔 哇 我必須 對對對 OK 你必須要習慣那個噪音 然後那個噪音不會影響到你在 你在那個念東西這樣子 欸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建議耶 我從來沒想過這個事情耶 可能我習慣啦 通常在工作旁邊也是在吵一吵去 哈哈哈哈 哦對啊 但是你知道因為有些人期望考試就是要非常安靜 像你知道雅思考試他就是非常安靜 對非常安靜 他不會有任何噪音 是是是 他就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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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說在澳洲像菜市場一樣 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就是大家飛得很大聲這樣子 然後可能 檢考官不會出來 出來特別的去管管控這件事情 但是台灣的台灣人會去管 他會給他做個提示這樣子 OKOKOK 這還蠻特別的 第一次聽到這樣子這樣子的問題啊 在國外的話可能 因為 你也會有其他國籍的人在那邊啊 所以 對啊 不是那麼的 他可能覺得說你是不是 discriminate 不是 有些人他是可能天生就大嗓門嗎 你就是 他講話就是這樣 是是是 不過我想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們不用擔心就是說 你的聲音不夠大聲這件事情 其實你的聲音就跟你一般在講話的那種 他還是都收得到啦 大聲一點就好了 對 他收得到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說你旁邊的聲音會被收到 只要你的旁邊不是大吼大叫基本上 你有遇到這種嗎 我沒有 還沒有遇到 台灣不會啦 台灣人這麼有素質對不對 哈哈哈哈 那你那你上次是誰是誰有遇到這樣這樣問題 就旁邊的大 是你自己 我自己有遇到 但是他因為他的聲音其實 沒有說大吼大 但是真的我跟他大概距離有 五公尺吧 因為那個那個房間其實 那蠻遠的 就跟你的那個 跟你的辦公室的那個什麼 外面那個教室是一樣這麼大的 是是是 比他大一點 是是是 所以 等於是我們兩個之間是插一個corner這樣子 我都還聽得到他的聲音 OK 是男的女的啊 而且我都被他影響了 是男的女的 啊 對啊 男的囉 當然是男的 女生不會啦 男的啊 誰說的 OK OK 好好好 那這非常感謝Danny今天的時間啊 那你除了這些 好 這些簡單的這些講解以外啊 如果在前一天晚上的準備 這個心理的這個 因為有些人會緊張嘛 會睡不著覺啊 這個這個部分 你可不可以給一點一些 這個tips OK 其實我在考試的前一個晚上 基本上我就我就不再念書了 因為 因為 呃 我的念書基本上都是有規劃性的 我就是會規劃自己 我一個表格啦 我也會跟學生就是 給他們說 你就照我這個表格 那你們可能會一個 一個月的planet 或者是兩個禮拜的planet 那 呃 你把它規劃好之後 你就是在你的考試的前一天兩天之前 基本上你就不要再 再繼續 轟炸自己的腦袋 對對對 對對對 你就好好休息 那隔天的時候呢 就記得 買一個那個提升飲料 或者是 插個薄荷 讓自己的精神好一點 那考試之前的話 你可以再把你的 比如說模板啊 或者是你一些 該練習的東西 你稍微再看一下 然後你走進考場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是 什麼都不能做 你就是只能在這邊等待 然後進入考場 這樣子 所以心態上 我倒是覺得你就放鬆心情吧 那該拜拜 我去趕快拜 哦 那 該喝了趕快喝 該吃了趕快吃這樣 維他命啊 什麼的 盡量就是補充 讓你當天的狀況 比較好一點 然後記得不要 不要吃的太油膩 就是吃比較清淡一點 到時候肚子不舒服啊 突然間考到一代 那就很麻煩了 那個時間不會等你的啊 是是是 如果肚子不舒服 那基本上 那個五千七 應該就差不多沒了 就白白去了一趟 是是是 好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Danny的時間 那也接下來希望 Danny有更多的這些 在考PTE的Tips裡面 跟大家做更多分享 那也歡迎大家如果 想要聯絡Danny的 那當然可以留言給我們 好 那謝謝Danny 那我們下次見 OK 掰掰掰掰 See you guys See ya